就是连接我们的机器主机上的这个旋转连接板 以及我们的两个连杆 那么两根连杆在连接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 也就是说我们贴有安全标识的这一侧 有黄油嘴的这一侧是冲外的 那么另外一根这个连杆呢 它带有这个连接轴的这一侧 是冲到机器这个方向的 那么安装完之后呢 我们需要给这两个大的螺栓哈 首先放上它的这个垫片 然后再放上它的这个弹垫 最后呢再放上它的这个螺帽 看一下是这个效果 那么第二步呢 就是连接我们的这两根这个连杆 以及我们的这个悬挂 首先把这两个大的螺栓放进去哈 这个的话因为它比较紧 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这个锤子往下锤一下 它也可以 好的大家可以看到哈 这是安装完成之后的效果 那么还有一点需要注意 就是大家在连接这个悬挂和这个连杆的时候 我们这个两根连杆和这个机器这个夹角不要过大 一般来讲的话最大就是60度角就可以了 那么第三步呢 就是把我们机器上的这个支撑架安装好 好的 那么第四步的话就是安装我们的这个油缸以及压油管 那么大家需要注意一点哈 就是咱们这个油缸在安装的时候是需要把它拔开使用的啊 那么再就是呢油缸两侧分别都有一个关节轴承啊 这个黑色的 那么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厚的这个关节轴承呢 我们是连接到靠近机器方向的 那么机器安装完之后呢 第五步就是连接我们的机器和拖拉机啊 那么首先呢建议大家哈 可以先把咱们拖拉机的这个三点悬挂稍微提升一下 然后呢把我们机器的这个悬挂和拖拉机的三点悬挂 呃对好之后啊 然后呢把这个 再把这个就是这个箱子啊再给它安装上 呃需要注意哈 咱们机器上面的这个悬挂点啊 然后这个箱子呢是安装在上面这个 相对来说比较长的这个箱子口当中的 我们在给大家出厂之前呢是已经配好这个箱子的啊 但是可能有少部分的这个客户 他的这个拖拉机的这个连接的孔啊 它会比较大一些啊 这个没有关系 只要说我们给大家配的这个箱子 能够安装到大家拖拉机上这个悬挂的孔当中的话 那就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就没有问题 三点悬挂呢我们都安装完成之后呢 可以先把这个我们的机器啊稍微提升离地一下 呃离地一定距离之后呢 再把我们机器上的两个支撑团放到上面去 同样也是装好箱子哈 那么另外一端也是一样的 接下来呢就是安装我们的这个传动轴 先将这个传动轴和拖拉机连接 然后再将这个传动轴和我们的这个齿轮箱连接 那么大家要注意哈 我们在安装传动轴的时候呢 需要按到我们传动轴上的轴头上的这个小的按钮 好的可以看到这样就非常容易的可以安装完成了 这样呢我们的这个传动轴已经连接完毕了 那大家可以看到通过我们的这几个步骤 好 好